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 第20集 那今天跟大家聊一個觀念 這觀念叫做烘焙度跟研磨度之間的關係 很多網友會問學長 學長這樣的沖法或是這樣的參數 我烘焙度變得比較淺焙 或是變成深焙的時候 我需不需要做調整這個觀念 那學長跟大家講 其實當你從一個烘焙度 換到另外一個烘焙度的時候 尤其是這個烘焙度差比較多 譬如說你從中焙直接到極淺 或是從極淺變成深焙的時候 他們確實用同樣的手法同樣的參數的話 可能你的沖煮結果來說 是會不理想的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先來想像一下 那其實淺焙或極淺焙的豆子 因為它在烘焙的過程之中 豆子吃熱的熱能是比較少的 所以它的豆子的膨脹程度 是比較不會膨脹 所以導致淺烘焙的豆子 跟中焙或是深焙的豆子 比較起來的 它的吸水的效率是比較差的 換句話說淺焙的豆子 如果用同樣的時間 進行一個沖煮的話 那淺焙它可能能溶解出來的東西 就會比中焙或深焙來的少一點點 所以根據這個邏輯 我們就來思考 如果譬如說你平常有一個你喜歡的參數 那這個參數 你一般來說你是用中焙豆子 那你今天碰到一個比較淺的豆子 如果只差一點點沒有差很多 你是可以不用調整參數的 那如果有差非常多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考慮喔 可以考慮說 我是不是把它磨細一點點 為什麼呢 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因為你極淺焙的豆子 它的吸水效率比較差 它釋放的效率也會比較慢 所以當你把它磨的 稍微細一點點的情況之下 用同樣的參數 它就可以做到類似的萃取狀態 那相對的呢 如果你今天是從中焙變成深焙的豆子 那你當然喔 因為深焙豆子它的吸水效率很高 它溶解出來的東西很快 所以同樣的參數 從中焙到深焙的情況之下 你就有可能會有過脆的狀況 所以當你換成深焙豆子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把研磨度調 稍微粗一點 然後用同樣的參數 去做充除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就會達到比較理想的狀況 那當然啦 以上的參數的調整 也不是唯一喔 因為呢 其實它中間涉及到的東西 還是萃取率的問題嘛 萃取快慢的問題 所以你也可以利用別的方式 來做調整啦 譬如說 中焙到淺焙 你不調整研磨度可不可以 可以嘛 你可以考慮把溫度提高一點 增加萃取率 可以把水放小一點點 增加萃取率 或者是 從中焙到深焙 你可以考慮說 研磨度我不調 或者是 我可以調整的是 把水放大一點 或者是把水溫降低一點 來降低它的萃取效率 都是同樣的概念 都可以達到我尼亞的目的 那研磨度呢 它就是一個 比較劇烈的一個調整點 那無論是小的調整點 或是大的調整點呢 適度的去應用它 都可以讓你的黃金變數呢 面對不同烘焙度的豆子的時候呢 都可以做出 比較理想的萃取效果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硬派Q&A 就說到這邊為止了齁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比較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